刘备到底能不能打 我一共列举刘备30场战斗 这是史料能找到的明确有记载的30场 第一场是招募关羽张飞之后 讨伐黄金军之前 与叛贼张纯军在野地遭遇 第一场败第二场 跟随校尉周静讨伐黄金 胜利第二场胜 胜率50%到了下批 跟随关军灌丘义大战贼寇 获胜胜率66% 凭贼有功逐渐升官 升为高堂县令 然后被贼寇袭击 大败当前胜率50% 刘备逃到宫生战那里 宫生战让他跟着田凯去防御袁绍 有功60%胜率 成为平原相 然后军阀联盟门主宫生战 组织了一场联合进攻 命令刘备屯高堂 扇金屯平原 陶谦屯发干 一起攻击士大夫联盟的袁绍曹操 结果被士大夫联盟反击 战败全部战败 所以刘备也战败了 胜率降到50% 小结一下你们注意到没有 刘备的三次胜利 都是跟着别人的 跟着周静 跟着灌丘义 跟着田凯 三次失败 都是自己独立领兵 独立领兵遇到张纯 独立当高堂县令 独立屯高堂 第七章 太史词带路 北海救恐龙 刚遇到敌人 管害的黄金军就跑了 但也是胜利 胜率57% 上来了啊 第八章 曹操打陶谦 刘备救援陶谦 被曹操打败 可能有朋友会说 我记得刘备没败呀 史料上写的是 千将曹报 与刘备屯谈东 要太祖 太祖击破之 因为缺粮 这个我上级详细说过 所以战败 50%的胜率 看到没有 胜率一直是50%左右 就没有掉下去过 接下来刘备占了徐州 就是演艺里面的 三让徐州 让不让的再说 反正刘备占了徐州了 袁述来攻刘备 刘备跟袁述占平 互有胜败 平手 我们按胜频率来看 现在胜频55% 结果老家被吕布偷袭 只能转移去广陵 逝去低落 又占元素 战败 胜率掉到50% 刘备投降吕布 吕布接纳了 这个时候 杨奋寒先 遂纵报杨许 明年 左将军刘备又斩之 第11次胜利 胜频54% 刘备招了1万人 吕布很不爽 袭击刘备 1万新兵 没有战斗经验 没有等级 哪里打得过 吕布的并州骑兵 和并州骑兵 不可能的吗 败 胜率掉到50% 刘备逃向曹操 曹操要用刘备 来牵制吕布 支持刘备 再一次被吕布派的 高顺张辽打败 胜率46% 第一仗不算的话 这是刘备第一次 低于50% 第14场 是刘备跟曹操一起 灭了吕布 回归胜率50% 再小结一下 刘备先打黄金 然后被曹操打败一次 元素打败一次 吕布打败两次 你们发现了什么 当实力不足的时候 就别硬挑强大的对手 所以刘备胜利两条原则 一有友军才能胜 二见boss必定败 再看刘备 现在跟了曹操 等于降级了 不是主攻了 不爽 想回去当老大 然后又骑袭了徐州 干掉了徐州刺史车咒 这个不是boss 所以刘备能胜 刘备胜平53% 曹操派刘待王中 去袭击刘备 这俩人也不是boss 又被刘备打败 刘备的胜率 加到56% 刘备很爽 说觉得我还是可以的嘛 他跟刘待和王中就装 像你们这种等级 来一百个都没用 刘备为啥敢狂呢 因为他认为 曹操这个时候对峙袁绍 没有空理他 结果曹操亲自带着大军 来征套刘备 刘备一看 我没有友军 对手又是boss 必败呀 跑 刘备又跑了 刘备这次胜率掉到53% 刘备逃到了袁绍那里 刘备协助干活 陪着文丑去打仗 文丑挂了 刘备立刻跑了 胜率掉到50% 接下来 奉袁绍的命令 刘备去联盟汝南的黄金军 然后要偷袭曹操的老曹 刘备认为曹操被袁绍缠住 不可能亲征自己 那我还怕谁呢 对吧 没有boss了呀 结果曹仁来了 刘备想了下 我有友军黄金军吗 曹仁又不是boss 来打 结果被曹仁打败了 原来不需要大boss曹操 小boss曹仁也可以打败他 胜率掉了47% 第二次跌于50% 袁绍鼓励他说 再来一次试试 刘备又跑到了汝南 去联络黄金军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这一次小boss曹仁也很忙 也没空管他 曹操派了蔡阳来攻击刘备 我有友军 你非boss蔡阳足 胜率追到50% 跑到了刘表那里 刘表派刘备去骑袭许昌 打到许昌的南大门夜线 遇到了曹家三个将 负责固定守家的夏侯敦 是统帅 机动守家的大将于静 运粮食的离点 这就是伯王婆之战 这仗怎么算呢 刘备没有友军 但夏侯敦是不是boss呢 要么和曹仁一样 算小boss 这仗也不是死磕的局 刘备的战略目的 只是牵制敌人 因为刘备的骑袭 于静从前线调回来了 减弱了援军的正面 受到的压力 所以刘备的战略目的 已经达成了 然后退兵 这一仗算平局 按盛平率算 现在的盛平是52% 接下来长板之战 刘备上万兵力 遇到曹曹带的5000虎暴击 刘备没有友军 对方又是boss 刘备必输 然后是赤壁 友军周瑜上线 赤壁赢 有友军吗 胜率52% 然后刘备争金南四郡 金南四郡投降 所以胜率54% 刘备去益州 刘彰不是boss 不怕 有军呢 刘彰不就是有军吗 我打的就是有军呀 那必须赢呀 刘备本人参与的 打刘彰的 有明确战斗记载了 是三仗 第一仗 扶城之战 敌将不强 胜56% 第二仗 扶祖之战 敌将是吴仪 张润等人 刘备胜 胜率追到58% 第三仗 洛城之战 敌将是刘巡 张润 虽然啃了一年 虽然庞从死了 但还是攻下来了 胜率59% 快到60%了 然后占领一周 接下来汉中之战 打下火渊 对方是小boss 跟曹仁一个级别的 刘备这次不慌了 为什么 这已经是我人生的 第28仗了 经验之也该升级了 我已经是手握 一周和荆州的 一方霸主了 你还当我是 徐州时期的刘备吗 我也是boss了 刘备凭借实力 拿下下火渊 胜率60% 人生最辉煌的一战 同时胜率 也突破了60% 接下来 曹操来人汉中 最后曹操败走 刘备胜 胜率胜到62% 第30场最终场 一临之战 刘备败胜平 停留在60% 纵观刘备一生 大多数的时候 胜率一直是50% 到55%之间